不只是癫痫病 一般雇主对于生障人士 也几乎都是避之为恐不及 不过在高雄的桥头马场 所聘用的亲密员工当中 有6人是中重度的生障者 其中还有名是小儿麻痹患者 而他因为长期照顾马儿的出种工作 反而是走路走得更稳健了 而且还学会了骑马 来看我们的报道 要帮马去掉马蹄铁上的泥土 马儿还会闹脾气 看着马腿一踢 还真替佳怡捏把冷汗 但他完全不以为意 还特别用力拍拍 人马就像老朋友 在一旁帮忙刷洗的 还有郭艳婷 虽然已经三十几岁了 但还保有赤子之心 望着马不时露出憨笑 好像能够近距离 看到心仪偶像的神情 看他洗得多开心啊 马儿去工作的时候 都会跟马儿讲话 虽然是他听不懂 但是最起码他跟他讲的话 他可以发觉他一脸 书写他心情的压力 因为他跟马儿接触久了以后 就有感情了 这次马儿看到他的话 特别迷你他 特别安静 因为乐在其中 虽然马场的工作很繁重 但丝毫不以为苦 这是桥头马场 这边和其他工作场域 最大的不同 这七名员工当中 有六个都是中重度伸障者 有些雇主避之不及的自闭症 智能障碍甚至是小儿麻痹 在这都找得到 每天指导老师告诉他的 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那他们必须把 从八点上班到五点下班 他们必须要记住 他们每天做什么事情 每天要给他们做一样的事情 他们你把他调离开这个职位之后 这些伸障人士最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 今天教了 明天就忘了 这边可以用 你这样看 不对 你的技巧不对了 握住 两边 用有老师 家长在一旁示范 做中学 学中做 一个一个用 这样拉起来 一个一个用来 放这边 人走过来 总要在一旁不厌其烦 一再重复 持续半年才能真正进入状况 大概半年后都知道 要做什么事了 要怎么做 只让他们知道 每天要做什么事之后 他们独立作业是非常稳定的 而且是在他们自己的责任范围里面 他们都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半年一般企业的试用期顶多三个月 哪还能给这么长的时间来等待 所以这些伸障者特别珍惜 得来不易的工作机会 工作能给他们的成就感 还有一份收入 每天都很快乐吗 每天都很快乐 但是每天都有马跟我陪在一起 很快乐 家长明白孩子不可能一辈子 待在保护的羽翼下 总有一天要到社会上独自打拼 为了让这天早点来临 于是每天陪着到马场跟着坐 越做越快乐 而我也喜欢来这里跟马 跟大家一起作伴 因为让他找到他自己应该要做什么 业者骄傲地说 老公局看到身心障碍员工来到马场 跟正常人没两样 工作能力一级棒 都想来看看有什么配方 希望能带动其他业者 雇佣身心障碍者 也能看到他们的优点 民事新闻 陈依盈 吕连显 高雄市报道